有一事禅修法师的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的跑来找师父 找他的师父边喘气边兴奋的说 师父啊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 禅师说等一下 毫不留情的自治了他 你现在告诉我这件事情 你用筛子筛选过三次没有 他的弟子绝对不妙了 然后摇摇头 老禅师继续说 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情的时候 至少应该用三个筛子过滤一遍 第一个筛子叫真实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我想问你真实吗 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大家都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好那就应该用你第二个筛子去检查 如果不是真的 至少应该是善意的 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不是善意的 不 师父正好相反 禅师说 不厌其烦的继续说 那么我们用第三个筛子继续检查看看 你这么急的要告诉我的事情是重要的吗 这个弟子说 并不是很重要 禅师打断了他的话 孩子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 又不是出自善意 更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你有何必说给我听呢 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罢了 学活人说话是否常常使人得到益处 首先要过滤一下 你会发现很多话不必说也不用说 学习守住我们的口 不要让它任意妄为 当一个人能够不乱说 自然就不会造口业 嘴是惹祸的根 祸从口出 说出的话 泼出的水 收不回来 多少人在说错话之后 后悔莫及 所以学会守住口戒 守住意念戒 守住你的行为 这就是伯法戒 这就是伯法戒讲的 要守住 牲口 一三戒 自然而是ético 教授 它巨大 是浪卓的 温暇 这就是 他们经常用磇沙滇 温暇 是 温暇 温暇